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29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CGTN有关的消息 此前著名的亲北京外国评论家唐姆弗迪在俄罗斯官方媒体RD上面发表文章 说外宣对于网球运动员彭帅失踪的解释无法让人信服 这凸显了中国在对外沟通方面的欠缺 他表示在周三晚上CGTN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据称是来自彭帅的电子邮件 但是这样的电子邮件根本没有说服力 看起来好像是屏幕截图 还可以看到悬庭的光标 西方媒体于是纷纷用这种缺乏可信度的拙劣公关努力 利用它来推进他们对于中国的叙述 这个错误不是第一次 反而揭示了更加明显的事实 就是中国在公共关系和沟通方面 即使不是很糟糕也很难称得上合格 而同时福迪还分析中国官方媒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原因是他缺乏启发性冒险性缺乏创造力 没有掌握新闻工作的基本原理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中国政治体制本身的结构性现实 福迪分析在西方新闻作为一种商业产品 能够娱乐吸引并且吓唬观众 其背后可能有政治议程 有偏见或不诚实的新闻也不一定是无效的新闻来源 而了解这一点之后 西方记者意识到他们的产品必须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但是在中国新闻隶属于党国体制模式之中 文章表示彭帅有可能会再次出现平息这一场争议 但是对于彭帅事件的处理方式 揭示了中国国家系统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沟通 福迪认为中国必须明白新闻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 而是有关于创造力进取心和满足公众的需求 而在今天晚些时候 汤姆福迪在个人微博上面突然发文 说今天早上我发现我已经永久禁止在为CGTN写文章了 原因是我在RT上所发表的那一篇文章 而同时福迪表示 我对我写的东西并没有任何的遗憾 我之所以写那篇文章是因为我爱中国 我讨厌美国在他们的宣传中所做的事情 福迪随后表示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脱离现实 我们也不能够假装一切都好 如果我们对自己都不诚实 我们还怎么能够质疑别人的谎言呢 福迪最后说 我会继续做我做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我所相信的不基于别人对我的赞同和同意 有趣的是福迪是西方少数对于亲北京立场持坚定观点的评论人士 他此前多次批评香港抗议者 称他们是暴乱受到西方影响的势力 而同时他也对于西方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多次指责 认为这是西方虚伪的体现 有评论指出像福迪这样的亲北京人士也在彭帅问题上与央视为敌 可见现在官方舆论所允许的言论范围越来越窄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博彩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即温州公安局批准逮捕澳门赌场最大中介人集团太阳城集团的主席周超华之后 澳门司警随即以涉嫌不法精英赌博以及洗黑钱之罪 拘捕含周超华在内的十一位人士 而这样的事件引发了好赌博彩股 周一早盘集谢超过百分之十一最高达到百分之十四 其中永利澳门尖杀中国 宁和娱乐纷纷重返十一月初的低位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投行摩根大通在周六发表研究报告指出 整个事件对于中介行业非常不利 周超华是中介行业中最大最有名的人物 而太阳城占到了中介市场份额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占到了二零一九年澳门博彩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 宁和大通报告指出 事件对于中介行业起到寒蝉效应 未来数周中介贵宾收入有可能立即收缩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根据路透社报道引述花旗报告认为 豪赌股股价调整可能是短暂的 而VIP仅占疫情前整个行业毅力百分之十五 不再具有意义 新兴的催化剂 比如港澳边境重开 更清新的博彩法律修订 可能有助于板块价值重新评估 而周超华旗下的太阳娱乐集团则发布公告表示 注意到温州公安局有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周超华调查的消息 董事会强调新闻报道与周先生的个人事务有关 董事会认为事件并无对集团财务状况业务营运产生重大影响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奥运有关的消息 现在西方国家考虑外交抵制明年二月 北京举行的奥运会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引述一位接近北京奥运会相关事务的人士表示 中国从来没有向美国政客发出过北京奥运的邀请 也没有在冬奥期间邀请外宾的计划 这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现在全球抗议形势仍然严峻 不适合大规模邀请外宾来华活动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他声称某些国家政治人物在中国没有邀请的情况下就炒作外交抵制 这是把奥运政治化完全是自作多情自我炒作哗众屈宠 而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 拜登政府可能宣布美国官员不出席北京冬奥 也有其他国家正在考虑是否一起抵制 王文斌则回应表示 北京冬奥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 成功的奥运会不取决于个别国家的官员是否出席 他同时强调各国政要能不能来 要由本国的奥运会来发出邀请 美国等一些国家拿奥运会做文章 是否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决定 同所谓人权挂钩 其实是打着人权的旗号进行抹黑炒作 此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表达关注 英国与五眼联盟的盟友商讨外交抵制事宜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史证有关的消息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所发布信息 江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涉嫌严重危机违法主动投案 目前接受审查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龚建华是江西南昌人 仕途一直在江西 二零一四年的时候龚建华晋升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秘书长一职 之后又改任了南昌市委书记 二零一七年他转岗人大 公开报导显示就在刚刚过去的十一月十九日 龚建华还出席了江西人大常委会的全体会议 龚建华是十九大后江西落马的第四位副省级干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社会新闻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ABC的报道 一位四十一岁的德州男子科林斯 在十八日始从健身房打电话报警 要求警方查看他的华裔妻子梁元华是否安好 他据称收到妻子的短信说家中有歹徒入侵 后来没有办法与妻子取得联络 而克林斯在二十四日接受哈里斯郡警长办公室问询 因涉嫌杀害妻子而被逮捕 根据来自ABC的报道 警方调查克林斯似乎出现了财务问题 到今年一月梁元华还在TikTok发文写道 直到两个月前我一直有运动习惯 后来我的先生得了癌症 一切都变化了 克林斯是一位自由职业平面设计师兼财务顾问 他向警方声称自己接到短信没有回家及时查看 是因为妻子经常疑神疑鬼 而克林斯如今被以谋杀罪起诉 调查人员表示可能是他有意撒谎制造妻子遭人杀害的假象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克林斯上午出席停讯 而检察官在声明中指出 克林斯对于警员指称 他的妻子没有拥有枪支弹药 也没有购买任何人寿保险 但是在警方搜查时 却发现桌上有一份价值二十五万的人寿保险 根据报道 就在梁元华死亡前两天 克林斯和梁元华在十一月十六日刚刚投保 此外警方介绍 克林斯的说辞有很多的漏洞 案发之后立即成为了头号嫌犯 克林斯和梁元华住家并没有遭受入侵的迹象 克林斯在健身房附近徘徊四十五分钟 后来还在健身房的餐厅打电话 克林斯对警方说家里有监视装置 但是妻子告知家里有人入侵时 他并没有想到要去看监视画面 警方后来在克林斯的健身房杂物箱内 找到了梁元华的化妆包还有钱包 警方还在克林斯的口袋里面发现了手枪 克林斯目前处于拘留之中 法官裁定保时金是十五万 安排今天十一月二十九日继续出庭 再为您公布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迪士尼影音串流平台迪士尼家本月将于香港推出 但是辛普森家庭动画片中有一集消失了 其内容是讲述主角一家访问中国 而在天安门广场前看到了一个告示牌 写着什么也没有发生 香港版本月稍早时候推出 而很快有网友注意到 辛普森家庭去中国的这一集似乎被消失了 这是第十六集第十二集在二零五年首播 讲述的是辛普森家庭到中国领养一个小孩子 而他们到了天安门广场 广场前的告示牌写着天安门广场一九八九年 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而同时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当看到迪士尼家的香港频道时 第十六集第十一集和第十六集第十三集都在 就是没有第十二集 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集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根据路透社审查的文件显示 中国河南的安全部门官员受委托建立监控系统 用来追踪记者和留学生等所谓可疑人员 文章引述河南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布的一份七月二十九日的招标文件 详细介绍了一个系统的计划 这个系统可以使用三千台连接到各种国家地区的数据面部识别相机 编制来到河南的此类相关人员的个人档案 根据报道河南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布的文件显示 一份五百万元的合同在九月十七日授予一家科技企业 该公司被要求在签署合同后两个月内完成系统建设 中国正试图建立一些安全专家所说的监控技术网络之一 在公共场所安装数百万台摄像机 并越来越多的使用智能手机来监控面部识别 总部在美国的研究公司IPVM密切跟踪该网络的扩张 首先确定了河南的文件 公司表示招标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记者指定为监控目标 并为公安机关迅速找到他们并阻挠工作提供了蓝图 专家分析 虽然中国一直有拘留和惩罚从事记者工作的人的历史记录 但是这一封文件首次说明中国是如何制定安全技术网络 以简化政府对于媒体的压制 河南省政府和警方都没有对评论请求做出回应 河南公安厅近二百页的招标文件 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跟踪记者或者是国际学生 另外要追踪的一类人是来自邻国的非法拘留妇女 根据招标书 系统将由至少两千名官员和警察操作 把记者分为三类红色黄色和绿色风险依次递减 根据招标书 如果记者在河南登记入酒店购买机票或者是跨越省界 就会发出警告 招标书说必须要对可疑人员进行跟踪和控制 进行动态研究分析 还有风险评估 根据记者的类别进行不同处理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河南的大部分文件内容都提到了记者 有几个部分还明确提出要监控的是外国记者 在去年十月河南省政府在面向潜在供应商的采购平台上公布了项目计划的简短摘要 其中称系统将以外国人为中心帮助保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 招标书还表示系统应该通过手机定位和旅行预定等方法跟踪留学生的行动 特别是在国庆节或者是人大等关键时机 招标书写道在敏感时期启动战时预警机制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CNBC的报道 推特原CEO捷克多西卸任首席执行官 根据报道多西从二零一五年以来一直担任推特的首席执行官 主持了公司十分坎坷的成长经历 过去几年里推特开始迅速推出新的产品和功能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受欢迎 推特的董事会起初并不希望多西来管理公司 董事会认为经营推特应该是一项全职工作 而多西并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最终多西赢得了董事会的支持 第二次担任首席执行官 此前多西曾在二零七年创立公司后不久 短暂担任职务 并在二零八年被迫离职 最近爱利奥特管理公司这是一个激进投资者 试图在二零二零年迫使多西离职 原因是认为他表现不佳 推特的增长速度不够理想 多西当时坚持了下来 并且安抚了股东 宣布成立小组来评估忌人计划 分析指出多西现在越来越多的将注意力转向推特核心以外的技术领域 他在推特上面发表了很多有关于比特币还有其他去中心化技术的文章 此外他现在仍然是square的首席执行官 而在昨晚多西在推特上面还简单地说我爱推特 多西随即在推特上面看出了自己的辞职信 宣布卸任首席执行官 原首席技术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将被任命为继任者 阿格拉瓦一直在监督技术战略机器学习 还有人工智能应用等 此外他还负责制定推特标准 控制滥用和误导性信息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国际关系有关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在会上习近平宣布为了实现非盟确定的二零二二年百分之六十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 中国会向非洲提供十亿级疫苗 其中六亿是无偿援助 而四亿是以中方企业与非洲有关国家联合生产等方式提供 习近平承诺中国会为非洲援助实施十个医疗卫生项目 向非洲派遣一千五百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 习近平说中国将与非洲国家密切配合 共同实施所谓的九项工程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军事方面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五角大楼对于全球军事资源的审查计划 将改进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基地以对抗中国 该审查报告的非保密版本在今天晚些时候发布 旨在加强美国庞大的军事能力 其中打击中国的军事阶级是主要内容 国防部官员表示 这一项被称为全球态势评估的报告 其结果以前并未被报道 而计划改善美国在关岛和澳大利亚基地的机场 还有其他基础设施 则是直接为对抗中国挑战而定 在拜登上任的十个月里 他的政府对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进行结束 并面对莫斯科的乌克兰军事阶级 与此同时 中国加强了对于美国伙伴台湾的军事恐吓 分析指出全球的前景仍然是不稳定的 但是最新的报告审查了一些关键目标 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 而说到军事方面的消息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文章表示 美国现在还没有联络北京的核武热线 中国官员一直拒绝进入美国所希望的军备控制谈判 中国方面一直表示 美国和俄罗斯部署了五倍于北京的核弹头 而拜登正希望改变这一切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介绍 美国首次试图推动与中国领导层就核能力展开对话 拜登和高级助手计划缓慢形势 将会谈的重点首先放在避免意外冲突之上 然后再讨论两国的核战略 以及与此相关的不稳定性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引述官员表示 在华盛顿这个问题比官方公开承认的更为紧迫 拜登的助手担心在高超音速武器 太空武器和网络武器等方面的新军备竞赛正在升温 而所有这些可能引发代价高昂 而且破坏稳定的行动或者是反应 纽约时报报道让人担忧的是 让太空卫星或者是指挥控制系统失灵的攻击可能会迅速升级 而这在冷战的核竞赛中还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因此拜登总统希望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中的作用 而中国的核能力对此已构成威胁 习近平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 跨时代领导人 在本月早些时候与习近平举行的虚拟会议上 拜登提出白宫软转称为战略稳定会谈的有关内容 而在接受采访时白宫助手表示 这项努力是迈向更远大议程的试探性第一步 类似于俄罗斯和美国在五十年代就核武进行的最初对话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白宫坚持认为初始目标是为了避免沟通不畅和意外战争 即使始终不会升升到核威胁的程度 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虚拟峰会后的第二天 在演讲中表示 你会看到在多个层面双方加强接触 以确保这一场竞争是有防护措施的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市民国东部时间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卫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有一批以前未被公布的文件 现在正式面试 已将中国对于新疆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 与中国领导层二零一四年的讲话直接联系在一起 这些新泄露的文件包括习近平在二零一四年四月的三次讲话 涉及安全人口控制 还有惩罚新疆少数民族的必要性 有些文件被标记为最高机密 并被泄露给了德国学者郑国恩 根据来自卫报的报道 在这些文件中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要求对维吾尔族人进行再教育和搬迁 以纠正所谓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口不平衡的状况 而郑国恩表示这些绝密的机密文件意义重大 他们显示了二零一四年中国领导层的要求 还有后来在新疆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联系 作者指称这些文件表示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 其具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而进行的文化灭绝 这些文件在九月以数字形式提交给维吾尔族法庭 但是为了保密泄密者的来源始终没有完整公布 直到今天二零一六年底在新疆实施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之前 这些领导人的讲话被交给了新疆的干部 作为关键的学习材料 为他们实施这些措施做准备 在泄密的一份二零一四年的讲话中 习近平表示一带一路需要稳定的国内安全环境 如果南疆的局势得不到控制 整个国家的安全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主要目标实现将受到威胁 习近平呼吁不遗余力将三月一日在昆明发生的血腥杀戮中用刀砍打伤的袭击者绳之一发 北京后来将这一次袭击归咎于新疆分离主义分子 习近平在讲话中要求地区进行全面战斗 防止恐怖活动向中国其他地区蔓延 认为整个新疆甚至整个国家的稳定都取决于南疆 呼吁用粉碎性的打击为我们争取时间 习近平指出由于暴力行为已蔓延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因此我们指出新疆目前正处于一个痛苦的干预治疗期 习近平表示宗教极端分子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习近平警告表示宗教极端主义是强大的迷魂药 并呼吁通过教育改革而不是采取逮捕释放的方法 这里指的是在教育营和居留营 而在另外一份文件中 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亲自指挥要围猎所有应该被围猎的人 并表示该地区的职业在教育设施应该长期坚定不移的运行 在文件披露习近平的一次讲话中 他认为人口比例人口安全是长期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基础 然后又说南疆的汉族比例人口太低 习近平亲自下令取消对南疆少数民族的优惠声誉政策 政府报告显示二零一七年在解访活动开始前几周 地级市和县级领导干部每周都要对习近平的两次讲话进行强化学习 时间至少是两个小时 微报介绍这一份文件的披露者郑国恩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北京的支持者谴责他是决心摧毁中国共产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 中国政府已经对他进行了制裁 郑国恩声称新的材料显示中国高层领导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等将实现维稳 以及新疆宗教去极端化等目标视为中国国家安全问题 认为他们对于实现中国的长期政治目标至关重要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一篇观点文章 作者曾经与锐成钢打过交道 文章开头他回忆说锐成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位年轻的中国电视主播 他的英语无可挑剔 我们在二零一四年在达沃斯相遇 在与安倍晋三的新闻发布会上 锐成钢当时向时任日本首相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在东京他与安倍晋三共同使用一个健身房 简而言之锐成钢对于自己的事业相当满意 在新闻发布会后我们聊了聊 锐成钢告诉我下次去北京的时候要去看他 但是我却没有这个机会 那年夏天锐成钢因为涉嫌贪污被捕 以后就再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 第二年在达沃斯 我去问锐成钢的一个中国同事 他马上拉下脸来跑到房间的另外一边再不提此事 作者写道锐成钢的故事提醒我们 在中国有钱有势的人可以落马得多快 目前最著名的例子是网球运动员彭帅 而在中国富人名人和有权势的人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羞辱失踪 甚至更糟糕的情况 二零一年福布斯杂志曾经发表一篇文章就强调了这一种现象 标题是朋友不会让好朋友在中国做成亿万富翁 这引用的是一句英文中的谚语 意思是中国的亿万富翁实在命运太过凄惨 文章还引用了来自中国媒体的统计数据 指出在过去八年中国有七十二位亿万富翁过早非正常死亡 中国日报的原稿提供了更多细节 在七十二位亿万富翁中十五人被谋杀 十七人自杀七人死于事故 十四人被依法处决十九人死于疾病 文章介绍正如近期的书红色赌盘的作者所介绍的 这种突然落马的情况并不罕见 有一些人认为彭帅现在可能也处于这样的状况 国际上的声誉并不能保护他不受尊横权利的影响 比如阿里的创始人中国最著名的商人马云 在批评监管机构之后好久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再比如孟宏伟是国际警警组织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籍主席 但是二零一八年回国路上被逮捕 并被判处十三年以上的监禁原因是腐败指控 文章作者写道 中国国家权利也被用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律师记者和学者 而这种情况往往更加凶猛 人权观察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 说当局经常对持不同意见者家人也出手 文章作者介绍中国体制的性质意味着避开政治并不是一种保护 商业世界是不透明的靠关系运行 每个人都在灰色地带 因此很容易被指控为腐败 所有机构又在党的控制之下 如果你被逮捕 一个聪明的律师或勤奋的记者也没有办法帮助你 法院的定罪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文章介绍在这个系统的顶端 作者习主席 这位领导人不仅为毛泽东辩护 也为列宁和斯大林辩护 是自己为他们的后人 斯大林时期的秘密警察局长曾经解释过 在警察国家任何人都是绝对脆弱的 他表示我看到这个人就知道他是谁 而我看到这个人知道他是谁 我就能找到他犯了什么样的罪行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张高丽有关的消息 在今天早些时候 美国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观察者和历史学者唐志学先生 在个人推特上面发布了一张老照片 这是张高丽在担任深圳市迎接习仲勋和其心夫妇下飞机的一张旧照 习仲勋在文革之后复出 在广东多地与他有关 比如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等 当时习仲勋没有能够去得成深圳原因是级别不够高 而那里被高干普遍占领 珠海也是如此 习仲勋曾经去澳大利亚考察 回国之后决定将深圳等地借鉴当地经验 发挥劳动力优势帮助港商做加工 当时的香港小型企业以订单为主 但是成本与深圳相比仍然较高 习仲勋提出了加工区的概念 从高雄男子工业区引进外资条例 作为合作条件 当时习仲勋退休后到广东休养 而有传言表示邓小平不让他回北京 深圳当时有许多元老来往 习仲勋当时选择住在珠海 当时他的精神状况并不佳 而杨尚昆到珠海时 由于资格没有习仲勋老 但是权力区别习仲勋大 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与习家商量 希望习仲勋先去深圳待一待 而习仲勋则坚决不同意 梁广大干脆要求医护人员给他打一针 直接送到深圳 而深圳的领导普遍见过世面 有一个营兵馆专门负责接待中央领导 把习仲勋安置在那里 传说对于习仲勋的待遇还相当不错 当时的市委书记是李浩 从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下来 而其后张高丽也在深圳有过多年任职经验 有外界猜测 由于张高丽对于习仲勋的接待 恐怕也是这一次彭帅事件爆发后 中央不便或者不愿处理张高丽的重要原因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济Lizzi 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济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